好耶 又来给各位老铁做老铁的视频了 寒鸭这个角色我只能说谁用谁知道 真是太太太太好用了 现在我的寒鸭只是一个零星魂的寒鸭 等一下给大家展示的都是零星魂的寒鸭 仪器呢给它带的是信使4加上仙舟2 然后行径呢是这样点的 光追也只给它带那个平民的平云的这一个 即时系的光追 属性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如此平民的一个寒鸭 它在实战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我来给大家循序渐进的展示一下 寒鸭实战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产战几点的能力 首先呢我就先给大家展示 它产战几点的能力是如何的 这一段录片呢 我把玉冬和影乐两个号点大户都给它上了 但是呢我还想给队伍增加一点难度 我打算让我的影乐军全程不开大补充逆灵 对全程都使用耗费三点战绩点的那一个强化普攻 看看如此高压的情况下 寒鸭小姐姐能不能跟上这一个战绩点回复的节奏 来 寒鸭该使用影机灵就使用一技能 影乐该使用强化普攻就使用强化普攻 本来用完了强化普攻 我这边就只剩下一点战绩点了 但是在寒鸭的加持下 直接回到两点战绩点 然后罗刹我再回一点战绩点 现在我的寒鸭普攻可以回一点战绩点的 同时寒鸭自身的天赋又可以让他回一点战绩点 直接从三点变成五点战绩点 看见没有 整体队伍就像这样战绩点循环起来了 我的寒鸭又可以高枕无忧的使用一技能 然后影乐军也可以高枕无忧的使用强化普攻 我这里依然是故意不补充逆灵 给寒鸭营造一个高压战绩点环境 我故意不补充逆灵 然后寒鸭我这边再把一技能给他续上 一技能续上之后 罗刹的普攻加上寒鸭的一技能的加持 直接一波回了两点战绩点 你们能理解吗 说实话我现在甚至可以让玉空开大刹一个队 玉空开大插队 直接又回一个战绩点 直接就回到四点战绩点 然后我的寒鸭再把这个一技能给续上 对面的怪最后被杀的时候又给我回了一点战绩点 所以呢 我第一层打完影乐全程没有开大的情况 打完了还剩下四点战绩点的盈余 总而言之对于寒鸭的产点能力呢 我的总结就是现在只要你的队伍里面加了寒鸭 你基本上就不会出现缺战绩点用的情况 当然如果你故意把影乐上了 把布洛尼亚上了 然后再把玉空上了 最后再来一个寒鸭呢 你故意像这样子还是会有点缺的 当然我相信屏幕前的你是不会故意这样的吧 展示完它的产点能力 接下来我来展示一下它的增伤能力 增伤能力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用战绩给对面上上乘负状态 那么这个乘负状态下的目标 我方对它造成的伤害提高30% 第二个就是终结季 终结季能提升我方目标攻击率的60%的同值 让我方增速含压的速度的20% 我们来用希尔作为这个实验对象 为了摒除光追带来的速度的变量呢 我把这个光追换成了 这一个星海巡航这个光追 用这个带着星海巡航的光追的希尔作为实验对象 先来看一下白板希尔打出来的伤害 白板希尔4638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带着70级平云光追的灵命 刑技是这个样子的寒压打出来的伤害 先用寒压终结季给希尔增加一下攻击力 然后再给对面上上乘负 再增加一下伤害 然后希尔打出来是 67075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这个增伤呢 我拿亭云进行一个对比 对比没有彩1捧1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更直观的理解这个增伤 我亭云是六命的 然后光追呢带着和刚刚寒压一样的光追 刑技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操作和刚刚一样 先亭云给希尔开一个大招增加一下伤害 然后再开一个一技能进一步增加伤害 把亭云的拐给他上满 BOOM 77225 大家可以大致理解为 平均一个人能给一个角色带来66%的增伤 而寒压呢可以带来45%左右的增伤 说实话啊 身为一个兼具产点能力的这个角色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增伤也很不错了 点了六命之后呢 这个增伤会变得更大 但是我个人说实话 寒压其实零命就很好用 他最佳命座是他的四命啊 但是呢 个人觉得寒压零命就已经是完全挺了 没有必要强行去怼他的命座 最后寒压的终结极还可以让我方的目标提速 提的速度呢 等于寒压速度的五分之一 他的速度的五分之一是什么概念 比方说我现在寒压的速度161 就可以直接让我方一个目标增加30多点的速度 大家能理解吗 速度这个东西呢不算很直观 不算太好测啊 我尽量给大家弄的直观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我的虎客是一个归速状态 他的速度只有94点 因为如此的归速 所以我的虎客跑到行动条底呢 他还差45点的这一个行动条 但是现在我用寒压给虎客加一个速 加完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虎客速度 直接加了46点的速度啊 这个是我的信使加上含压的这个大招本身加持下 直接多了46点的速度 等于说是对于虎客这样的归速角色 直接增速50%了 属于是啊 然后现在在行动条上 刚刚的45点行动条值 变成了只有30点了 这个加速是相当明显的 总结下来 身为一个四星角色 在零命的状态下 他就是一个产点大户 增速大户啊 以及他的提供的伤害呢 也非常的不俗 这就是我给寒压如此高 评价的一个理由啊 至于他的命座 我个人觉得命座 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处点 主要就是这个四命 可能比较相一点 四命和六命啊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零命 他就可以非常游刃有余的玩起来了 光追呢 给他太平衡了 光追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最后祝你欧气满满 身体健康 再见 再见